本期节目,大家将会看到透气性能为主的篮球鞋开箱横屏 我们将会用透气性极强的烟雾来表现透气性能 在开始之前,我们来感受一下今天的评测形式 抽取体内掀气,经过嘴唇喷出 最终穿透体验样本,达到最好的观看效果 比如这一件透气、版型、性能同样出众的FU多色短袖 记住,是多色 夏季篮球休闲装备博尔之选 让你成为球场上最FU的BOY 好了,那就让我们进入今天的正片 准备3,2,1,冲 好,那么话不多说今天来到了客观来非常期待的节目 就是夏季的实战第一帮透气球鞋的一个大开箱 那么我准备了6双鞋,有老的,有新的,有国产的,也有国际品牌 所以接下来就请上他们 分别有6双球鞋 两两一组,来给大家做一个小的急速开箱 那么之后也会做正片两个两个来给大家对比 首先我们开了两个,安踏的鞋盒 一个是,大家一看就知道了,这个流 这个流氓的流,流水的流 这个就是汤姆森,对吧 之前汤姆森2代,3代,4代,我都做过 尤其是4代还送过我一双鸳鸯的限量版 然后那双是在抽奖送给各位坑老爷的,对吧 大家期待一下这双怎么办 现在弹幕你们说的算 然后先把它拆开看一下 盒子还是挺正式的,对吧 一双这个蓝黑白低帮版的 那么这边这双安踏呢就是 青骑兵 这两个单只就 第一队就是这个安踏家族的夏日这个 也算是新款的,对吧 透气篮球鞋就选 那么首先我们简单来对比一下 这个KT4首先中顶跟这个高帮版或其他一样 都是用的那个Flash Foam的这个黑洞吧 有个黑洞的概念在里面 整体摸上去手感啊各方面其实都还挺出色的 鞋面虽然也是那个Aweb编织 但是呢它会比那个高帮版 就是GEOSIDE的高帮版和那个首发的高帮版 整个鞋面会透气一点 在前面加了很大的透气网孔 所以说整双鞋的透气作用是会提升一点的 包括鞋舌部分 那么鞋骑兵呢顾名思义就是一个鞋对吧 鞋那么自然代表透气 这一次鞋骑兵身上继承了它上几代那个透气的设计 虽然说没有的那个整体的动态飞线绑定 但是这一次它侧面的开孔做的也还不错 尤其是前面的开孔是我觉得真的就是很单薄 其实我第一眼上觉得很单薄 但是它的透气作用是绝对好的 顺着灯光往里面看能够看到非常明显的光影打在里面的效果 薄薄的一层鞋面没有内靴 也没有其他的一些东西 你像KD4里面其实还是有一个半长内靴的 所以说透气线上面它肯定是优于KD4的 但是实战起来怎么样呢还是得试一下对不对 我们不能光拿透气说事 然后另一点就是它的中底缓震材料呢 这次用的是A-Shock A-Shock这个材料呢是在耀锋一耀锋二 还有这种安踏这种偏频密化的球鞋里面会经常出现那种材料 所以这次的调教呢也有略微有所不同 跟我之前做过的耀锋二的高低帮以及耀锋一 都是有差别的 所以说我也挺期待这一次这个青旗兵的一个反馈 两双鞋的设计风格设计也都非常相像 只不过这双青旗兵鞋面真的是 一个是我觉得支撑不足 然后另一个就是它的透气很棒 就是两个都走这个极端 所以说就期待看看它们两个对比一下 谁才是性价比之选 安踏系列 那么这组鞋讲完了 接下来我会放一个小片段 就是我用烟雾测试 来看一下两双鞋透过烟雾的烟雾通过率 来透气性做一个比较直观的对比 哇 下一组呢是这个老鞋组 一个是李宁的鞋子 对吧 牛皮纸鞋和一个是阿迪的鞋子 那么阿迪这双呢比李宁这双还要老 但是李宁这双是我之前很想做的 那么正好来到了夏日这个选题 所以就毫不愿意选了它 然后先拿出来看一下 就是这双 李宁的战损篮球鞋 是以这个飞机为灵感 开飞机的这个F22战斗机还是坚实 我就忘记是哪个战斗机了 作为一个设计灵感的 那么阿迪达斯一双呢 同样的也是这个非常复古的老球鞋 对吧 这双Creezy Light 3 那么这双鞋呢是罗斯当年最劲爆的时候 也是阿迪达斯推出那个阿迪达斯 那个系列的一双非常巅峰的球鞋 这双球鞋真的是非常非常轻 我估计只有这双李宁战损的一半这么轻 然后这一双是真的是花了好大力气逃到的 那么另一支呢其实是有一个小故事 这双鞋呢它想开了 321我想开了对吧 它的后跟其实是开掉的 那么为什么开掉的呢 现在给大家看一下 我把它鞋垫拿出来 这双阿迪达斯的Creezy Light 3 所以呢整体的轻是轻在哪呢 一个是中底直接用的泡棉 外底非常薄 整个中底外底就这么一小块 那么它中底呢更大是一块这个TPU 整个环抱在了我们的后跟部分 做了一个脚脱的造型 一个跟背的那种设计 然后鞋面呢就是整个热绒材料 然后加了一层薄薄的内靴 它是有内靴的 而且整体的透气性啊 包括这种轻质 你看鞋带都是这么薄的 所以整容的鞋会非常轻 然后后跟的TPU也是做了轻量化处理的 还在很多地方做的这种 偷工减料的 减轻重量的小设计 所以这双鞋是当年这个 非常非常颠覆那双 轻质夏季实战蓝球鞋 那么这双李宁战损呢是 我觉得是被埋目的一双鞋 为什么呢 因为它当时的年代出来 是跟音速4一起出来的 然后那个时候有非常多的好球鞋 李宁当时对吧 音速系列火兵大小南北 所以这双鞋呢有一个亮点是什么 放在今天音速7来看 它继承了音速4的外底中底 但是呢它又跟音速4不一样采用了编织鞋面 然后主打透气轻质 然后可以看到最大不同 对吧 跟音速4那个蝴蝶 这种金居脸谱造型的就是前面透气控 但是它也是有内靴的 整体的一个感觉呢就是比较单薄 但是比上轻奇兵还是要后视不少的 往后面走的就是热绒材料 然后鞋帮部分呢是有两层的 外面这层呢就是这个弹力材料 然后上面有这种小小的这种热绒压胶 然后里边就是一个真正的一个内帮 内帮还是一个偏中高帮设计 所以说我觉得整体鞋型如果说把外面这个包皮 如果把外面这个热绒皮给它裁剪掉的话 整体的鞋型看起来会更加的顺眼 对吧 但这个我估计是为了融合整个速度造型来做这个 所以说后期我会考虑把它拆掉 而且这个东西真的是 你把它鞋提起来的脚跟还是会踩到里边这个 真正的后跟的 所以这个设计跟V2一样的脱了裤子放屁 所以后面我有很大的几率 你会把这个外面的包皮给它剪掉 看看它好不好看 对吧 大家可以弹幕来聊一下 或者你觉得是有这个好看还是没这个好看 以及你觉得这两双鞋 刚刚看了那个安踏的烟雾测试对吧 你觉得这两双鞋哪一双会更多气 可以在弹幕里面讨论一下 好了这两双鞋的一个开箱的小急速对比就到这 然后接下来我们进入烟雾对比 看看刚刚是谁猜对了 这个有点突破的一样 然后这两双鞋呢 跟上面四双都不一样 上面四双呢是我们买的新的 那么这两双呢 是我们实实在在在场地里面穿过 并且有感受的 所以说就能更加直观的来个对比 这双是 耐克科比系列最透气的一双鞋 360对吧 科比AD360 那么与它相对比的双鞋呢 这个鞋盒是会来配的 那么是这一双 科比11的EM系列 那么这也算是科比正代就是 它在NBA期间出的最透气的一双球鞋了 那么这一双呢是它推以后出的最透气的一双球鞋 可以看一下它们两个什么对比的不一样 首先是这双鞋要比它贵不爽 这个是废话是吧 这双鞋 当然说现在在二级市场的价格是两双鞋差不太多的 但它们发售价其实是差了蛮多的 这双鞋不一样的地方就是 它采用了全面的360度环绕编织 它不光是鞋面 大家可以看到它融合了这个对吧 这种透明的外底包上来可以看到 这整个一个袜子一样的 全部是把你的脚编织到里面了 有一个传统的鞋舌 里面是没有内靴的 所以说这种透气孔 基本上可以通过鞋面看到里边这个鞋垫的颜色 这双科比11EM跟这双300不一样的地方就是 看起来它这种非常大的透气网孔 其实是有一个半掌内靴的 然后后跟部分是有海绵填充的 说相较于这个全编织的360度来说 看上去会更透气 但实际上这双鞋会比它更加的透气 更加直接 那么这双不同的点 相同的点是 同样的超低帮的造型 以及这种鞋底环绕的设计 当然这双360度是在它的基础上做了改进的 这双11就是完全跟11正代的鞋底是一样的 那么这双360呢 一个是做了更大面积的上包 然后后跟部分的纹路上包也更多 然后还有一个相同点就是 里边的鞋垫也是 基本上一个软壳配鞋垫的一个设计 这两双鞋当我把他们的鞋垫抽出来以后 基本上就是一个壳子 鞋跟那个什么气球一样的 跟你女朋友一样的 都是那种软软的可以感觉像冲气一样的 里边是完全透明的水晶大底 那么这是他们笼子的不一样 看里面全是这个编织面 然后这边里面就是普通的中底 对吧 没有一个往下走的衔接的部分 然后他们的整个科技全在这个大鞋垫上 其实可以看到他们两个码数不一样 但是里边的内容是差很多的 这边很多分区分块上面还有英文介绍 那么这双科比11M就只有一个黑白的简要分区 所以说两双鞋看起来感觉差不多对吧 都是一个造型一个设计一个风格 但是他们内核和里子外子都差了很多的 这双也不错 那么这两双的对比设施呢 毫无疑问是三文一完胜对吧 不论从设计配置以及它的一个价格上来说 终上所述这六双鞋摆到一起来看的话 这就是我们这个夏季透气蓝鞋选题的所有阵容所在了 那么大家会觉得哪双鞋会夺得最后的性价比桂冠 以及这个耐磨各个综合表现最高的是哪一双 透气性最高的是哪一双 现在大家可以在弹幕里面聊一下 怎么你觉得是清奇兵是透气最好的 或者你觉得这双战损是性价比最高的 对吧 这种碳板嘛 对吧 所以你也可以在弹幕里面聊一下 以及我还有哪些球鞋 是这个选题没有融入到 但是你穿过觉得是这个球鞋贼透气 你也可以在弹幕里面发送 我们会考虑在后面也加入到我们后面的正片当中 来给大家做一个横评 那么这一期也是客观的非常想看的 所以说我们就在这里 替大家完成这个选题 给你们挑选一下夏季实战篮球透气 所以说我们就完成这个选题 给大家推荐和测试体验一下 夏季透气篮球实战低帮鞋的不二 低帮 夏季透气篮球低帮鞋的不二之选 好了 本期双战捷到这就结束了 你期待看到哪一组先放出来 欢迎在评论区和弹幕里面发出你的想法 如果想看这一组就发一 想看这一组发二 想看这一组发三 那么一二三 我看弹幕哪个最多 或者说评论区哪个最多 以及你对后续的体验 有什么亮点的要求 或者说有什么想看的点 都可以在评论和弹幕区里面讨论 最后最后不要忘记去PHEW现场商店 支持一下 对吧 我们又进了这么多新鞋子 心在低鞋 对吧 我们是送掉的还是怎么样呢 欢迎大家踊跃提意见和提建议 好了 本期双战捷到这就结束了 彩蛋会发生什么呢 你们想一下 我们下期再见 正片再见 拜拜 咦 本期节目大家指�会看到 透气性能为主的篮球鞋开枪横平 开枪横平 有点紧张 本期节目大家将会看到 透气性能为主的篮球鞋开枪横平 好难啊 这是好长啊 重来 重来 抽取体内线器经过嘴唇 被出最终 穿透体验样本 达到最好的观看效果 比如这一件透气性 版型 这个要怎么念啊 透气性 版型 性价比 同样出众的 多色背心 记住 是多色 夏季篮球休闲装备不二之选 让你成为篮球场上最 feel the boy 好了 那就让我们进入今天的主题 嗯 三 二 一 开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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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